这是我今天录的第二个视频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光线能坚持多久 所以赶快把它录完 我现在都快饿死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空瓶剂 我现在呢又攒了这么多的空瓶 我们家阿姨马上就要来打扫了 所以我说赶快把这些东西给大家录个视频 然后就丢掉 我这次呢没有什么顺序 我们就拿到哪又说哪 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都是卫生巾 我就从Costco买那种大包装的 然后就能用很久 我用的这个牌子呢 一直都是Always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我一直从一开始用到现在 我只用这个牌子 其他的牌子我都不用 他们好像是第一家有那种快杆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大家知道我说的什么了 就是有一点点透气性的那种材质 然后呢我一直呢都是买他家的那个ultra thin 就是特别薄的那个轻薄带翅膀的那种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啦 但是就是我一直用的而且很相信的牌子和型号 基本上呢我就是买他家的那个regular 就是八小时的那个 然后呢再买一个夜用的就够了 所以这两个刚用完 这个是个面膜我在之前的爱用品分享里面 也有分享过给大家 这个是那个奇拉朵的水润黑药盐海藻保湿黑面膜 这个面膜是我用过的最最最最最服贴的一个面膜 没有之一就是特别适合我的脸型 因为我所有用的面膜呢都是皱起来的 要不然你就得把它折好几折 因为尤其是下面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部分呢 它都是不是那么服贴的 然后还有这个眼角的这个部分呢 它就会脱离你这个皮肤 就是架空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这个眼角呢 等于就是没有得到滋润 所以呢我就特别讨厌 肤的面膜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面膜呢 它真的是跟你的脸呢 特别的服贴 就是没有一点点的气泡 没有一点点空的地方 然后脸周围呢也没有 就是特别多的起皱啊 皱皱巴巴的 就是那种多余的面膜在那里 就是很服贴 然后很好 而且呢它非常的舒服 你敷在脸上 有一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水润 然后特别的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面膜 也是很推荐给大家 我有计划出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面膜的合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但是这个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 它可能是 因为它是一个纯棉的布面膜 加竹炭纤维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所以呢跟脸服贴的特别好 所以总之就是大爱 下面这个呢已经用了无数盒了 就是大创的这个化妆棉 这个我基本上用它来卸 指甲油啊卸妆啊 然后涂这个水啊什么的都是用它 所以这个用的非常的快 但是呢它很便宜 所以也不心疼 一般呢它们就是150或者180片装的是1.5刀 所以呢也是很便宜的 所以这个会一直回购 这个之前也有介绍过 Sensodyne的那个ProNamo 这个牙刀呢是据说可以强化你牙齿上面的法郎质 牙齿上面的法郎质是不能再生的 你没有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喝咖啡啊 或者是那种吃那种酸性的东西 它会腐蚀你的牙齿上的法郎质 会让你的牙呢变得越来越薄 所以呢这个它是有这个防护的功效的 虽然它不是说能让你的法郎质再生 但是它能够保护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 用的感觉呢就跟普通的牙膏没有什么两样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对法郎质真的有那么大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反正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嘛 所以这个也是一直在用的一个牙膏 我最近刚被人吐槽说我的牙像假牙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说明我的牙齿长得好 所以应该也有它的功劳吧 这个是Lush的一个产品 是叫Dream Wash 一个Shower Smoothie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沐浴膏吧 它里面呢是一个膏状的产品 这已经完全都没有了 然后被我弄得也很脏了 里面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70后80后的朋友 可能有印象 就是以前我们很久以前的时候 去那个洗澡的时候 都用的那种洗头膏有没有 就是在这种瓶子里面 然后你就垮出来 就是好像膏状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用那个来洗头 这个呢就是那个质地有点跟那个像 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呢 也非常好闻 它没有那种特别过多的那种浓郁的画像 它就是一个 就是很天然的一个肥皂味的那种感觉 用起来呢 它用完了以后也没有说特别的保湿或者怎么样 反正它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沐浴产品吧 就是能让你觉得身上洗得非常干净 但是我暂时不会回过来 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沐浴产品没用完 这个瓶子呢我也会留着 因为他们家呢 就是这一类的瓶子 你拿回去以后呢 好像是五个可以换一个产品 什么的 也是很环保的 所以这个瓶子我暂时不会丢掉 这个是我刚用完的一个产品 是这个Josie Mirren的那个Argon Lip Treatment Josie Mirren家的东西呢 所有都是用那个Argon油做的 也就是那个摩洛哥油吧 他们家的很多产品还是蛮好的 这个产品我不是说特别的喜欢 它的质地呢 就是那种有一种润唇膏的质地 但是它里面呢 有那种非常非常细小 非常非常温和的那种 就是颗粒感 就是你一开始涂抹到嘴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它有一点点的颗粒感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刺的那种颗粒 它就是一个很温和的那种颗粒 你就觉得会有点糙糟的 然后你把它涂到嘴唇里面以后 它会融化在你的嘴唇里面 它的理念是蛮好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去角质 加上润唇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呢 它两者都不是做得很好 它也没有说 因为它那个颗粒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就是几乎你就感觉不到 有什么去角质的作用 然后它这个润唇膏的效果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就是好像嘴上会特别润啊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我肯定是不会回购了 这个我也之前在视频里面也有介绍 我又干掉了一瓶 就是这个Nature's Bounty的 那个Hair Skin and Nail Dummies 它是一个软糖 然后它呢 非常非常的香 好香啊 但是就是 不是很天然的那种香味 就是很化学那种 软糖的那种香味 但是它很好吃 所以呢 我就会每天去坚持吃它 我觉得这种产品 如果它不好吃的话 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里面有这个2500mcg的这个Biotin Biotin呢 是在头发里面和指甲里面都有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 这个它其实是能够让你的头发 指甲什么都变得蛮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是每天会去吃两粒 里面呢 还有维他命C和E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是蛮喜欢的 也蛮推荐的 这个呢 是Dove的一个粉末香锅 这粉末香锅呢 我也在之前的爱用品分享里面 也给大家分享过 它呢 是非常非常的香 但是呢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很浓的香味 你可能不会喜欢它 它这个是Refresh Plus Care的这个香味 它 反正我觉得它是蛮不错的 就是它能够吸把这个头上的油脂啊 什么的都吸走 然后呢 让你的头发呢 你再把它梳开以后 这头发呢 会非常蓬松 而且呢 它这个香味呢 也会让你的头发感觉到非常干净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头油啊什么的 就头发会有一点点的味道 这个呢 就能马上让你觉得 好像刚洗了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还是蛮推荐的 也不贵 就是药店的品牌 下面这个呢 是Project Beauty Stay Set and Go Makeup Setting Spray 它是一个喷雾 定状喷雾 这个东西我非常的不喜欢 也不推荐 它呢 这个第一喷出来的这个水呢 非常的冲 就是啊 你感觉到高压水枪在对着你的一种感觉 然后喷上以后呢 非常的不均匀 就是有那种 你就可以看到那种颗粒的大颗粒水滴在脸上一样 然后喷完了以后呢 脸上有一点遮遮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不舒服 就是有点刺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非常不喜欢 我也没有觉得它有特别强的这个定状的功效 当然我没有特别注意 因为我完全的注意力都是在 它喷上去那感觉非常不好 其实这个包装呢 还挺好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瓶 我本来想了说 把它用完了以后 可以灌我其他的一些定状喷雾在里面 可以带在包里 或者旅行用 但是呢 这个连它那个喷头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绝对不推荐 这个呢 也是我又干完那一瓶 Nature Republic 无惠胶 它的这个瓶子呢 非常的大 所以呢 就是你用了很多呢 也不心疼 这个一大瓶呢 好像十块钱左右吧 就是很便宜 然后它那个 芦荟胶呢 就是没有说 让我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 但是呢 就是它 你想要它做到的 它都能做到 我一般是来用它 做我那个 New Face 那个美容仪的导入 因为它需要一个褶 在脸上 然后做一个导 导电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我就一般都用它 然后就脸上糊 满脸 因为很便宜嘛 所以糊很多 也不心疼 所以这个我还是蛮推荐的 这个我已经不停的在回购了 这个呢 是那个Clarisonic的洗脸肌的那个刷头 它这个蓝色的呢 好像是深层清洁的吧 就是据说是一长痘的皮肤呢 就是用这个比较好 就能让你的脸呢 更清洁毛孔 更干净什么的 其实我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就是跟别的也差不多 很多人呢 说用了它以后 反而会长痘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清洁的太强力了吧 所以你的皮肤要适应一阵子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我用的呢 没有说长痘痘 或者是不适的感觉 就是反正中规中矩的 跟别的刷头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呢 其实不算是空瓶了 但是已经干了 是这个Seate的 一个圣诞套装里面的 一个迷你的指甲油 它是一个带亮片的 一个黄金色亮片的一个指甲油 就是完全已经都干掉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直接就淘汰了 它如果没有干的话呢 它还是蛮好用的 因为它这个亮片呢 非常的稠 有的时候 我们用亮片的那种指甲油啊 它就是那个亮片的不够多 然后你涂上一层呢 全部都是那种透明的那个指甲油 但是你其实亮片的没有很多 这个呢 就是直接你涂一层呢 它那个亮片非常厚的一层 就覆盖住你的指甲 所以这个还蛮好的 但是单调了 没办法 这个是Urban Decay的 Perversion睫毛膏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 十款网红睫毛膏的一个 实测的一个大匹瓶 它是冠军 所以呢 这个我还是会 不停的回购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睫毛膏 它会让你的睫毛 非常的散 但是呢 它又不是那种很散 它能够让你睫毛呢 很浓密很牵长 但是呢 它这个刷出来 感觉就是有一种交叉的那种 好像羽毛一样散开的那种 毛茸茸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很干了 一般来讲呢 它很少有那种苍蝇腿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下面一个呢 是这个Kindra的一个 Blow Dry Spray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它是一个小样 好像一个套装里面的吧 非常喜欢它 它的味道呢 很浓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 它挺冲的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 特别强的味道 你可能不会喜欢它 但是我觉得很多护发产品 那个味道都特别浓 然后呢 你就在用这个电棒啊 或者在吹头发之前呢 你把它喷在头发上 然后把它都梳开了 然后让这个头发呢 能够均匀的覆盖一层 这样你再去吹头发呢 因为头发呢 就显得非常的亮 它有保护头发的作用 因为我们吹头发 或者是用任何这个 有热度的这个工具之前呢 都需要上一层 这个护发的一个产品 就是保护它 不被这个太热的 这个温度伤害 所以呢 就是这个是必须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我就感觉它 就是能够覆盖到头发上 它有一点点的 这个油油的 这个滑滑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把它吹干了以后呢 它还是有这种滑滑的 就很柔顺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不会让你头发 觉得特别油的那种 就是很难形容 就很滑但是不油 所以呢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产品 我之后呢 也会去再回购 下面一个面膜呢 是已经用完的一个 Peter Thomas Ross的一个面膜 它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套装里面 所以这个size比较小 它这个是它那个南瓜面膜 南瓜面膜呢 主要是给你去角质 脸部提亮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你把它涂在脸上之后呢 它会非常的刺痛 那如果你不是喜欢它 这种感觉呢 你可能就不要去尝试这个产品 但是呢 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用完了以后呢 你把它洗掉以后 就觉得这个脸部呢 真的是有这个提亮的 这种感觉 就是让你好像 就是换肤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是它真的很刺痛 下面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Ride or Die的产品 Urban Decay的 Chill Makeup Setting Spray 它这个Urban Decay的 定妆喷雾都非常的不错 那它有好几种 现在 我这个呢 是Chill Makeup Setting Spray 就是你喷上去以后 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这个比较适合干净的皮肤 你喷上去很舒服 但是呢 也会给你一个 比较保湿的作用 我曾经就是喷它喷以后 然后就上飞机 下飞机 国际航班 然后可能30多个小时 都没洗脸 但是我的妆好好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定妆喷 它真的有定妆的效果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推荐给大家的 最后一个产品 不用多说了 Beauty Blender 美妆蛋 这个已经很脏了 很抱歉啊 但是因为要扔了嘛 所以也没必要去洗啊 反正这个 我真的是不停回购的 一个产品 这个真的 如果大家还没有试过 美妆蛋的话 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 你不一定非要选 这个Beauty Blender 现在也有很多 药妆店的品牌 也是做的 这个都做的特别好 它会改变你的 这个上粉底的 这个整个的体验 就是让你 这个生活都会有 不同的改变 相信我一定要去试一下 所以这个也是 很推荐给大家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近期的一个 空评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的给我点赞 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加我的微博 在微博上 跟我互动沟通 啊终于完了 我现在可以去吃东西了 那我就是这样 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